今天要跟各位談一個觀念 叫做離心力 離心力 離心力是一個假想力 這個力量不存在 這個人搞不清楚他在幹嘛 我在地球上 我繞太陽在做圓周運動 可是我沒有 覺得我在動 我在繞太陽做圓周運動 但是我感受到太陽在拉我一個力量 把我拉向太陽 但是牛頓告訴我說 必須要合力等於零 我才能夠保持靜止 所以他只能說有一個人在拉著我 向太陽 那麼就一定有一個拉開的力量 這叫做離心力 所以有人向心有人就要離心 這樣我才能保持平衡 我才能不動 可是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在轉彎 他需要離心力嗎 不用 所以這要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才會講這句話 所以離心力是一個假想力 這個力量是不存在的 這個力量並不存在 你知道他在做圓周運動 你知道他在轉彎 你就只需要向心力 就可以解釋一切了 你不需要搞出一個離心力來 所以這個力量是不存在的 他誤以為自己不動 又受到向心力 所以需要的離心力跟它平衡 所以它是一個假想力 這個力量不存在 這個力量雖然不存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要解釋起來 你會覺得比較好解釋 比如說剛才講那個波水機 波水機 傳傳傳的 因為離心力好大 所以你的水就跑掉了 變乾淨了 拍拍手好棒 像什麼離心機啊 轉圈圈啊 因為離心力很大 所以東西都被甩到外面去 就把東西分開來了 所以對一般人而言 對一般人而言 你跟他講離心力 他會覺得他比較好解釋 比較好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生活上面你要講離心力就算OK啦 因為這樣一般人能夠理解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在物理上 這個力量是不存在 在物理上這個力量是不存在 離心力跟向心力 是不是重力跟反重力 不是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 暗示你答案 暗示你答案 什麼叫做重力跟反重力 我愛你 你愛我 我恨你 你恨我 我答你 你答我 A對B B對A叫做重力跟反重力 那為什麼 向心力跟離心力 不是重力跟反重力 為什麼向心力 離心力不是重力跟反重力 為什麼不是 停車戰界問 我告訴他不是 他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 可愛大帥哥 沒有 帥哥 5 24 24 24啊 為什麼 84 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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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作用在同一個問題上 因為作用在同一個問題上 請多下 你的解釋 要作作作用在同一個問題上 欸 為什麼 各位 對 向心力是 裡面 有個東西 拉我 離心力是 外面的東西 拉我 一個向心 一個離心 不是A對B 對不對 作用在同一個問題上 是互相平衡的力量 不是重力跟反重力 我們講過 重力跟反重力 通常是不會互相平衡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所以呢 他不是 所以 離心力 跟向心力 不是作用力跟反重力 好 只是跟各位介紹一下離心力的觀念 離心力這個力不存在 是假想力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轉彎 如果他知道自己在轉彎 有向心力就足夠解釋了 但是在生活上 用離心力來解釋會很方便 一般人容易理解 所以你在生活上用就算了 但是物理上這個力不存在 我們向心力跟離心力呢 不是重力跟反重力 因為他不是A對B B對A 他是重在同的物體上 互相平衡的力量 OK 了解嗎 OK嗎 OK